是,左半边这个提手旁相对于右侧的结构要写的窄一些 它是瘦长的,所以这个竖构一定要到位 挑的区别位置较低,收笔之后顺势写右上方的这个横画 然后是短竖,这竖稍长,再是两个单横 然后一笔长横,这笔竖画看好位置啊 注意它和左侧提手旁竖构,现在这个间隔不能太宽 然后就是一笔长竖,再写两个短横,比较细比较轻,比较稍重 右侧最有分量的一竖 然后是三横,注意间隔 这个字的右侧实际上是一个镊字 也就是三个R,下面的两个R共用了中间的一竖 所以说处理的非常巧妙 那么写的时候呢,这些空间的关系特别重要 横画之间的间隔基本上是比较均匀的 而字形内部,这部分,包括这里也是属于字形内部的空间 要相对输了 同时呢,还要注意左右两部分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的这个穿插关系 大家可以注意估讯 这个穿插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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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上面画这个穿插关系